大家好,歡迎收看今集的天氣節目 我是岑奕霖 受到一股偏東氣流的影響 我們今天的天氣都一般 由大範圍的衛星雲圖可以見到 一度廣闊的雲大現在正是覆蓋著華南地區 而在下午由維港望出去的天色都以多雲為主 而且部分地區的能見度都比較低 至於氣溫方面 香港普遍地方的最高氣溫大概在21至23度左右 而未來幾天的天氣就會開始有些變化 由電路與暴徒可以見到 現時影響著我們的偏東氣流 會逐漸被一股偏南氣流所取代 沿岸地區就會變得溫暖潮濕 早晚會有些薄霧 而去到星期四晚至星期五早上 我們就預料會有一度冷風 橫過沿岸地區 到時就會為我們帶來一些趙雨和雷暴 氣溫就會稍為下降 所以詳細的天氣預測會是 今晚去到明天 大致多雲有幾陣趙雨 早晚部分地區能見度頗低 明天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 氣溫介乎20至25度 風方面是吹和緩至清靜 冬至東南風 初時離岸間中吹強風 而至於展望方面 我們預期之後的一兩天天氣會變得潮濕 日間會溫暖 而接近周末的時候氣溫就會稍為下降 多謝大家收看今節的天氣節目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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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